营养三明治排骨饭、猪肠汤点边错、猪脚面线一口吃香肠、肉羹以及卤肉饭等等 基隆庙口著名的美食小吃排成一排 这些美食小吃里面都含有猪肉以及猪可食用部分的成分和原料 而从2021年1月1号开始将强制实施使用猪肉及猪可食用部位的食品 必须明确标示猪原料原产地 因此卫福部长陈时中29号晚上在基隆市副市长林永发、食药署长 以及基隆市议员郑文婷和张炳君等人陪同下 特地到基隆庙口进行惨地标示示办区视察行程 对于庙口摊贩标示清楚表示肯定 我们大概来看说我们大概就说大家都没有办法标 其实没有大家都标得很清楚 肉是用台湾第一把 长衣是用法国的 我们当然强调只要在市场的东西都是安全的 大家放心食用 那标示让大家清楚说 它的原料的产地在什么地方 那大家一起共同来监督 那我们的食安就一定会更好 卫福部长陈时中在视察行程中 也不时停下来品尝卤肉饭 以及一口吃香肠等庙口小吃 也强调市场的东西都是安全的 只要原料原产地标示清楚 大家一起共同监督 食安就会更好 而对于政府即将推行的新政策 庙口顶边作业者也表示支持 这样对我们比较好啊 虽然我们本来就是用台湾猪啊 但是有标示出来 那个消费者会更有信心 所以我觉得标示比较好 对我们来讲会比较好 还没遇过问说 你这个是什么 因为还没开始嘛 营业份以后应该会问 可能有些人会担心 他就会问说 你这个猪肉是进口的吗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我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